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下令建造的巴黎榮軍院 是一座重要的古蹟 十月十七日 這裡舉行了一場新書發表會 以明記傳統為主旨 找回榮軍院內的聖路易教堂 幾世紀以來的歷史角色 塞納河畔的榮軍院 是法國古典建築的代表作 是國家認證的歷史古蹟 由路易十四國王下令興建 自一六七一年動工 到一七零六年建成 之後這裡是接納退殘士兵的居所及醫院 院內的聖路易教堂 於1676年完工 是榮軍院整體建築的一部分 教堂圓頂高度107米 內部裝飾的壁畫、雕刻 體現出17世紀文化藝術的盛況 本周在這裡舉行的 聖路易教堂新書發布會上 專家們介紹了300多年來 榮軍院和院內的聖路易教堂 見證著法國歷史的發展 不論在君主時期、帝國時期還是共和國時期 聖路易教堂都得到官方的維護 隨著1861年拿破崙的遺體正式安放於此 和1905年軍事博物館在此創立 這裡也成為了巴黎最常被造訪的景點之一 北側的榮譽庭院由長廊圍繞 擺放著70座精美的銅柱古炮 如今這裡依然延續傳統 不僅是法國軍隊的萬神殿 也是接待元首或舉行各種儀式的重要場地 對軍人和國家有著重大的意義 這是一場的記憶體和訓練 為民主家的軍事 而為人民的民主 這是一場的地方 一場地區 讓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有的大部分人 我們會在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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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會在旅遊 這裡的思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